刚刚结束的美飞肩并肩联合军演中 美军大肆吹嘘的海马斯火箭炮居然集体脱靶 我们来看一组照片 这是美飞肩并肩2023联合军演的实弹射击的画面 此次演习 美飞军队采用实弹攻击一艘无动力漂浮的菲律宾退役护卫舰 美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 向该把船发射了六枚精确制导火箭弹无一命中 对于射击失败的原因 飞军表示是把船所在海区水深湍急导致瞄准困难 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发言人尼克曼伟勒中校则坦言 暗机火力攻击船只异常困难 华尔街日报却仍然宣称 这向台湾地区以南航行的中国军舰发出了强烈信号 海马斯之所以能成为演习焦点 除了美军的吹嘘 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俄乌冲突中名声打造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是俄军公布的录像 显示空中侦察到的海马斯部署情况 俄国防部去年7月17号发布声明表示 俄军首次摧毁了乌军使用的海马斯发射装置 和一辆运输装载车 不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回应称 俄至今未摧毁任何一套海马斯系统 当然无论双方的口水战如何 都改变不了海马斯的实际作战成效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这是乌军去年7月20号设置了海马斯发射阵地 准备一举摧毁位于顿涅茨克河上的安东诺夫大桥 在一番狂轰滥炸之后 桥面上留下了几个直径大约一米的大洞 精确度似乎的确不错 但毁伤效果不尽如人意 看来被吹上天的海马斯 貌似只有美军用的好 感谢观看